这一讲是由朱伟仁先生主讲的 公司成长到另一个阶段将要如何的面对 那么公司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之前不曾遇到的一些问题 朱伟仁先生根据他多年的管理和投资的经验 分了五讲来为大家讲解 那么这五讲是第一个什么是彼得原理 第二讲的是创业者如何实施有效的程序管理 那第三讲的就是公司和工作的范围 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第五讲董事会呢究竟有多么重要 第六讲就是为什么一切都取决于创业者的大气 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朱伟仁先生主讲的 公司成长到另一阶段 如何面对的第二讲也就是如何有效的进行程序管理 首先呢我是觉得每一个企业 不管是小到大都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情形 因为很多很多企业在这个在发展中的国家 你做任何事情它只要把追到世界的标准就可以了 但是已经达到这个饱和点或者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点之后 你要再继续加下去的就必须要有两套人在里面 一套人就是说他是创业家 一套人就是专业管理的人才 所以我这里写这个 创业家是英文就是entrepreneur 是很兔特的一个名词 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要程序的管理 我下面就是说创业家他要从模糊的里边走出条新的路 他要有突破 他要有创新 他有跟大家 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他可能是走另外一条路 但是这另外一条路的话还是模糊的 但是呢很多时候呢这些小公司给他有突破的时候就开始有成长了 但是呢另外一件事情呢 这个你是全创业的人呢 他是样样突要突破 他要创新 他要仿产礼 这个公司呢通常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 不单止这个前面是模糊啊 整个公司是混乱的 那么呢你那时候就需要有专业管理的人 要在这种里边要把不同的程序要做出来 要把这个章程要做出来 要有条有理 而且呢每一样事情执行的时候呢 是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也要是同样的 还有个贫管等等的事情 这些事情呢 要把这个还要写报告 还要这个讲 这个做一 很多的事情是为了他要有一个控制 这些都是一般entrepreneur最头痛的事情 他说我这个最要紧就是把这个市场 把新的产品做出来 把新的这个解决方案把它拿出来 所以这两个是整天在斗的 往往呢 是怎么呢 假如说你是创业太多的话就会很乱 管理人太多的时候就没有创新 所以呢我就是想到 这个企业走到了一个阶段 你怎么面对 这个通常一般来说呢 是一个最大的 企业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如何去达到这个平衡 谢谢大家